第二十四屆聽障奧運保齡球賽事 臺灣代表團獎牌開湖 女子個人賽薛秀貞 朵下銀牌 林湘茲獲得銅牌 本屆聽障奧運 原定二零二一年舉辦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延到今年五月 在巴西南卡西亞斯舉辦 其中保齡球則是延到了 十月二十日至三十日 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 一共有十六國九十七名選手參賽 而臺灣代表團派出男女選手 各六名參加單人賽 雙人賽 三人賽 團體賽及盟主賽 目標是突破上一屆二金一銅的成績 昨天進行女子個人賽薛秀貞和林湘茲 雙雙晉級準決賽 薛秀貞穩紮穩打 擊敗狀況不穩的韓國選手率先晉級金牌戰 而林湘茲則是輸給新加坡選手居同 金牌戰薛秀貞雖然一路和新加坡選手僅要分數 但是最後以一百六十五分 不敵對手的一百七十六分 拿下銀牌 這也是他在聽奧保齡球 個人賽的首面獎牌 我代表團在本屆聽賬奧運 目前累積二金八銀九銅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薛秀貞的得獎感言 今天比賽整個過程 我比較緊張 不過還可以控制 這次比賽能有好成績 要謝謝家人和好友的打氣支持 再來也很感謝兩位教練的用心指導 參加馬來西亞第24屆聽賬奧運 能拿下個人賽銀牌 很開心 也替台灣爭光